哈喽,大家好,我是Steven 中国大叔在越南 上个月的时候吧 还是半个月前呢 然后我有看到台湾的新闻有播报 还有很多台湾的网友给我发消息 他说在台湾的超市还是商店里边 竟然发生了越南人在这里经营 然后不卖商品给台湾人的现象 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也很奇怪 因为我一直有看到很多越南人在台湾的工作 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 有很好的收获回到越南 有买地建房 有开始做生意的 那也有去留学的 学完之后回来做管理的 成为企业的骨干 但是这个 就是说看到越南人呢 不卖东西给台湾人 那我还是第一次啊 我真的感觉很不可思议 那好了今天呢 我来采访一下 看我们越南朋友呢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OK 清零 刚刚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啊 越南人在台湾买衣服 把商品呢不卖给台湾人 你怎么看呢 作为一个越南人 现在有这种情况吗 老师 有啊 已经上电视了 在新闻上都出来了 哎 我还没读过 还没看过 我无认识的 你不相信 对呀 我听老师说 我觉得比较惊讶 比较惊讶 但他是 因为越南人 大部分都很善良的 那 这个我也认同 我在越南两年多嘛 因为老师有困难 我有看到很多越南人帮老师 所以我 我刚开始我也不相信了 但是实事求是 他已经在YouTube上 可以看到了 有信息了 所以你现在暂且 就把它当成事实嘛 然后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还有想法 然后回去之后你有空 你在YouTube上搜一下 你再看一遍 好吗 我想我要上网了 确明 确定 确定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的 你可以现在找吧 真的有 对呀 有这种情况 以前呢有 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他 我也不太清楚 以前我 我就听过 在台湾也有越南人 他们打人呢 打人呢 打人 有吗 有吗 有 打人 对 因为越南人有时候喝醉了吗 他们喝醉了 有打架了很多 嗯 有吵架的 我想 比较多那个在哪呢 哦 交通事故的 嗯 不是 不是交通事故 什么在哪 是坏事的 哦 做坏事的 我明白 这里哪里 哪个国家都有做坏事的人吗 但是这是少部分 多数越南人去台湾都是老老实实工作 是 赚钱回来的 哦 打针 打 好 那个吸毒 啊 吸毒 啊 吸毒有 是 是 是 嗯 明白 但是这个情况啊 确实发生了 但是 我想如果他 他们是 外国人 对 在台湾是 当地的 那怎么可以 这样的 这样做 那真的没有卖给他们呢 那政府 不 管理吗 现在他们 那家商店已经出名了 已经在报纸上 网络上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他肯定会整改吗 怎么整改呢 我 还有可能啊 被要求停业整顿呢 还有可能被要求停业整顿呢 你为什么不卖衣服给人家 你这是 这是不好的行为了 对不好的行为 嗯 我的意思是没有 没有 没有 能管理他了 以后肯定会有了 那你怎么看呢 那你怎么看呢 这是真事 嗯 但是我想 只是一部分 小小的部分不是 个例 对吧 就个别的案件 嗯 嗯 为什么要建 是个例 个例 个例就是很小的一部分 哦对 那你对于在台湾的越南人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 有时候建议 对啊 当然是 劝他们 不能 不应该就这样的 因为每个人在两个地方都遵守当地的法律啊 是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这个 还有每个人都是 平等 不是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是 是 国家的 每个国家的 代表 代表 所以如果他们这样做 那 是很丢人的 嗯 很丢人 影响 嗯 我们 自己回国家 形象 对 好了 我看我觉得我们这个小鹅表达的更厉害 小鹅你来回答好了 小鹅你怎么看小鹅 嗯 呃 对于这种情况下 我本 呃 开始 我就像他一样是很惨讶的 然后 嗯 多想一想 我感觉他们这样做都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嗯 嗯 也是他们的生活而已 如果 如果是我的 我 我 我会像他们一样的 嗯 就是 他们 他们 他们以为在越南 卖 东西 就是 嗯 东西的价格是很便宜的 然后他们在 台湾 卖 呃 是 对他们的利益 是 更多 是更好的 嗯 因为这个 嗯 他们卖东西的这个在台湾 是比 比越 是比越南 嗯 的 嗯 多 几倍 嗯 可是 他们 他们的意见就是 就卖给 越南人不卖给台湾人 嗯 嗯 这样做是有什么利益的 那 就 那样是 不是很丢脸的吗 是 这是 不好的行为 嗯 是 是 那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 就是 送给我们在 台湾的 越南 朋友 嗯 我想他们不但为 越南人着想 而 多为台湾人着想 就是 嗯 嗯 老师我现在想 从以前到现在 有很多 越南人去台湾有些工作 嗯 哦 先说 嗯 嗯 台湾是 怎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给 答案 台湾呢 是 最多的 越南出口劳动最多的地方 哦 对啊 不是 不是外貌的 哦 外貌 那 就明是 台湾 对越南有很多帮助的 是的 嗯 那现在 嗯 有这种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 我 我肯定是 我不知道是 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肯定是 呃 如果是真的 那就 是 很小的 部分 没有 啊 那个人他 这样做 肯定是他有 他的 理由啊 嗯 嗯 我觉得 可能是他 他 他对台湾人 或者他被台湾人 对待他 不好的对待 或者 呃 他 他 他有可能买东西去 人家也不卖给他 是吧 像是想小的 刚说是他 他 他 嗯 为啊 他的利益啊 利益 都是 都是 都是为他的利益 嗯 意见和建议啊 有助于促进 台湾和越南 经济发展的 呃 我想 呃 呃 越南人在台湾 生意的 呃 呃 呃 多 对待台湾人 和越南人 都是平等的 呃 我希望 呃 越南人在台 在台湾 生活 或者生意 呃 对每个人都 平等 无论是 日本人 韩国人 还是 台湾人 嗯 都 我都希望 他们都 对待 呃 一样的 好的 谢谢小额 还有清零 啊 清零呢 说两句 嗯 说两句 建议呢 送给 在台湾的越南朋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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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最近 最近呢 我 因为我看老师的 频道 所以我 也有很多 推荐的频道 嗯 那有很多外国人 呃 他们来 越南生活 会有 工作 我 我 看他们 嗯 嗯 对于 越南有很好的印象 那 证明是 越南人 大部分都是 很善良 也很好 对吗老师 是 老师在 越南生活 都是可以 感受到 哦 我觉得 只要你是一个 好人 心存善念 嗯 你总会遇到好人 那比如说老师 在越南两年多 那感受到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 越南普通民众 老百姓 都非常善良 很有善 对 你遇到问题 他们会帮助你 当然除了一种人啊 公安 真的 你不要笑 我说真的 真的 但是老百姓来讲 确实 就是 对外国人 比较热情嘛 你有问题 他们都会 很主动的帮助你 所以 有 有些人 嗯 就常 骗外国人 因为他们以为外国人 呃 不读 他们不说什么 然后他们 在东西啊 哦 价格 搞两种价格 这个有正常了 这种情况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了 但是普通民主 特别是这种情况 存在在哪里 存在旅游区 对吧 很多外国游客 是中心的 也这样的 也有 我想 我以为在 郊区 没有这种情况 郊区没有 嗯 是 是 是我们 嗯 我们教学的 动业性 对 动业动业 其实我说实话是 我觉得 只要你是一个好人 只要你心存善念 你走到哪里 运气都不会差 都会遇到好人 你像老师在越南 能认识你们 认识你们这么善良的姑娘 那也是一种好运 只要你做好事呢 这个好运 都会与你相伴 嗯 好 那我 继续说吧 嗯 那就名字 每个人 每个人都是 表达他们的 国家 嗯 代表他们的国家 代表他们的国家 嗯 那如果 越南人在台湾生活 他 这样的 这样做的 他很影响 嗯 嗯 我们国家的 形象 形象 嗯 嗯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嗯 那个人 他有什么 理由 但是 真的 不应该 这样做 嗯 好的 谢谢你们的观点 嗯 好的 大家好 我是齐鸣 大家好 我是小鹅 我希望 越南人在台湾生活 嗯 会 嗯 遵守 当地 法律 法律 然后 平等 公平 对待 每一个人 然后呢 祝你们 在 台湾 嗯 好好 生活 嗯 生意 胜利 也 对 他们 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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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